一说到戏游记,世人的眼前便会立即浮现孙悟空的身影,他在唐僧欺骗许经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,在与妖魔打斗的过程中将正义与率真演绎到极致,他一生追求轰轰烈烈烈的生活,让令世人难以想象的是,他的师父菩提老祖却早已算准他的一生,于是在孙悟空下山之前便将急救系,在他犯错后将他扯 八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,大家好,居士,从业风水26年,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,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有独到专严见解,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诸事烦心,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,11帮你调节化解,记住微信, 26682133 想象孙悟空下山后的最大受益者就可知道,在孙悟空扰乱天宫之前,整个天地都是由玉帝主掌的天庭控制,因为孙悟空扰乱天宫才有如来佛祖帮忙,进而分割玉帝的利益,随后唐僧师徒取经,更是将佛教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播,同时让佛教徒遍布东方,不仅仅局限于西方,因此菩提祖师的另一种身份就是如来佛祖,当初之所以着急将孙悟空赶出师门, 是因为孙悟空的替代者六尔弥猴的出现,之所以找六尔弥猴,就是防止孙悟空辅助唐僧取经路上脱离自己的控制,影响到自己分割东方利益的机会